本视频由咸鱼用户CWT631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 我是白丁 今天来那个 给大家展示一下分享一下我最近买到的一个就是性价比超高的一个总成 百利金的M200总成 那是这样子 我本来是打算了就是 给我这一支就是完全你看完全没有用过完全是 就是放着好看的这支 M200这支不是205205的话应该是银色的 M200的这支示范了去换上这一支 4G的一个 笔尖了但是试写完以后吧可能还要再试写个几百次 但是我还是鸡尾但是我还是决决定就把这支笔给鸡尾了 顺便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这个新的一个怎么讲 新的一个总成的性能怎么样了 因为本来打算就是把这个直接把这个金尖给拆了 然后呢 换上那个14K的 但是14K的鞋感没有我想象中这么理想了 不知道是不是MF的呃FM的问题了 如果真的是FM的问题还是说我翻车了 我就再去换一支F回来 那如果不是的话我就就把这支MF的肩换去 一个 正就是这个正规的总成了 那如果是说我这个总成的性能那很不错 那我就懒得换了 因为这个 嗯 百利金的肩的话我 这样子 因为 这个肩的话你看到他笔舌的这个 他是非常薄的 我是拆过好几个了已经把那个 舌片嘛就这个舌片给 弄弯了不少个了 那当时也没有拍视频了所以没办法给你们看到了非常的可惜 那还是一样我今天先把这支笔的笔剑给拆下来先 嗯对邪乐的肩基本上就拆下来这么用了 但是 我本身是写英文比较多了所以说他的一个笔尖 怎么讲呢 也不是很适合我个人用那基本上就是为了一个颜值而换上去的 因为他这个笔尖个人觉得吧 百利金的笔尖我个人觉得百利金的笔尖是比邪乐的好看超多 但是有个问题是 嗯他这个笔尖这么看太小了 你我哪来跟你们对比看对比一下这个M800的 M800的你们能看到如果换成金色的那会非常的好 就这个大小吧 然后再加双色的那会显得大气很多 但这支的却没有 而且这里这个有一点可惜的地方他是一个 银色的我个人是颜值笔感优先的然后再来走斜感的 因为我对钢笔的速写要求并不是那么的高 然后换上这个的话我个人是觉得好像是 比较就是跟这个一配 那整个颜色等等好像比较统一 而且看起来也比他本身的这个 就这一个看起来也比他这个精致一点了 我个人就单纯个人觉得了 那今天的话我就先把他这个 呃这个笔尖嘛先装回去 然后再把我这个M肩的暂时给 替换下来 然后看一下你们那个反馈是不是说MF肩的鞋感真的不好 或者怎么样 然后呢我再来说吧 再来看一下怎么处理这个鞋热的笔尖 因为这支 示范的话我站我这支应该就放着了基本上不用 因为透明的真的很好看我也难得去用 然后呢再下来我反正平常日用的也有一支 我没必要上来开两支这样子 好废话不多说我先把这个笔尖总成给拆下来先 那鞋热的感给我就鞋热还是一样就是他的笔不是不好 但是给我感觉还是就是 不是很有诚意 好 我拆下来了 嗯 觉得还是需要给他擦一下 洗的还挺干净的看来 这里有点小小的 那这个笔尖这里一看 对也是 这个地方 怎么会折一下 看一下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麻烦帮我看一下是不是翻车呀 虽然说不是第一次翻了但是 翻车好歹让我知道一下让我知道去换一支嘛 或者我直接拿来用我也不介意反正就是用反正 我个人觉得用那就都OK这个是 有一折的一下 哦 看一下啊 嗯 这个是折了一下吗又不像哎这个就单纯的一个 像是笔尖的那个 也不像是折了一下这个 我感觉像对完全 不太像了摔尖的以后修复了 主要修复以后我印象中的话 不会有这样子那么多的一个划痕的 我个人觉得这个笔尖还是看起来 怪怪的 但是主要它是一个MF尖的 MF尖的话它比较滑 但是滑到这么沙沙的就感觉还是 嗯 很奇怪 没事反正就是用也没差 那我就直接这样子把这个给收回去一下 好正式打入冷宫 就这样子 好那这个尖我就直接给大家试一下怎么机位吧 反正另外一个本身的那个总成的话也是这样子拆的 但这个尖反正就是你们到时候看完以后告诉我一下 看一下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然后我再来去 哇 好装很多 这个比起原版的那个 原版的那个 好像还没那么好装 试一下 好可以可以 我把这个香蕉片 然后再把这个往下给掰一点 可以 而且它这个主要笔蛇不是那种一片片的 相对来讲好装很多 而且这个价格只要就是正常的 那个就原版的五分之一左右的一个价格了 相对来讲性价比也比较高 那当然颜值上面来看的话 肯定没有原版的这么好看 那我给大家装上去看一下是什么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这 有点顶比 有点顶比 好像14K的不太适合装在这上面 我再拎紧一点看一下 对有点 对有点 好像还是OK 但是这个最后的感觉 是不是我装的不够进去 看一下 但这个看起来其实挺好看的 一装进去以后就觉得 哇好整个有点800的那种就金属活塞那种感觉 我对一下 比肩的话好像是比他这个肩好像是比这个 M400的还要再小一点 另外的就是比是应该差不多 对对对 他这个比肩能从后面看到应该是那个 对对宽了一点 那比较容易顶比 那看来还是只能说 看来14K还是不太适合去 机尾上去 百里金的肩果然是 因为我这个顶上去以后好像就 不能再往里面了 我在我在往里面顶一下 看一下啊有没有搞啊 搞歪了一点没事 没问题 当时M写热的好像F肩的我可以了可以了 写热的那个F肩的话怎么讲的很好上手 他给我感觉就是这支笔非常好上手 但是长时间书写 还是觉得乖乖 就是长时间写我个人还是喜欢比较滑一点的笔 好那这样子算是继续成功了 原版的总成拆起来是相当麻烦的 要这样子很用力 压下去 压完以后然后装非常的不好装 没有必要的建议大家 嗯不要去拆打真的 然后这次给大家推荐这个就如果你们想那个 怎么讲就是说你们想换的 用这样子一个我个人认为就是非常的OK了 那我到时候会换到我的这个 我会换到我这一支的或者我现在换吧 然后我就换到这支上面去看一下这个效果如何 那这个我先把它拿下来一下 嗯有点不太好吧 哎可以 因为现在这支笔是已经在一个有上墨的一个状态 我先这样子把它放进去 那这支M尖上是我暂时来讲就百利金的M尖我用的比较满意的 那这个我给它机尾上去反正平常也看不到 那 可以可以OK 哇有没有烧到的感觉 上次那个都说我这一支就是很多人给我反馈吗 呃就是这样子金色银色怪怪的啊 反正没差了我照样能用 好那个上次都说我这一支印象胶吗 就是呃 那个看到就是有都说被烧到了 那就刚刚好这次再来一次了再再烧一遍吧 因为这支笔的话个人觉得它是挺划算的 写乐的印象胶真的价格性价比来讲 个人觉得真的有点低 你买一支然后再把这个什么就再把这个鸡尾上去 那整支笔相对来讲也很体型其实是差不多了 然后呢如果你想生气和印象胶这支都能选 那当然这支生气的价格好像还要再贵一个 好像是再贵一个1000块吧 但是我个人觉得也差不多就行了 那反正就是要个一个样子要一个感觉吗 但这个的话就是从释放上面能看到14k的肩 它比这个400的肩宽一点 那用起来的话 就是呃 就装起来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了 就是 太宽的肩的话因为400的这个空间本来也比较小 那 不太好装的进去 这样子 好 那这个笔的话我 那个我试一下写一下吧 干脆 看一下能不能用 好可以了能用了 那试一下 刚好刚拍完然后就 试一下 诶 好像还没好 诶再试一下 试一下墨吧 干脆 这个先放一边 这是应该ok的吧 那如果试写起来那ok的那还是个人来讲还是觉得啊这样子 呃 可以玩起来可便宜很多 因为如果你正常去买一个就是那个就是 哎正常的那个就是总成嘛然后你再把这个笔件给拆下了个人觉得是非常 呃非常浪费的一件事很就是 个人不是很提倡这种玩法 他也就是玩归玩啊 环保一点因为那个笔件扔在那边就非常可惜了个人觉得 好然后这只写了21k大概就是这样子的那装上去个人觉得 嗯反正也挺好看的虽然个人是喜欢用那个欧欧比的一个多一点的 但日比的话反正有空就是玩玩呗 还好再试一下 奇怪了 刚刚重新上了几边墨好像又可以了然后我来试一下 我这感觉跟刚刚用那个写了的四季之的那个感觉完全两回事这个写起来 哇舒心很多我这这感觉还还不错还不错这个真的真的觉得 而且那个用起来也挺性能上面也挺好的这个个人觉得 另外呢看一下 那触摸量来讲的话好像会比本来的总成的触摸量还要再大一点 呃整笔来讲非常的OK那总成来讲运行的也是相当的完美 五分之一的价格而且你还能买不同的间啊 真的 非常棒 真真真的很感谢这位的一个卖家啊十分感谢十分感谢 而且如果我换成银色的应该会好看很多了因为 小间的话搞双色间真的还是没那么的大气 好那大概这样子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问题那个下面给我留言一下或者有什么我漏讲的帮我补充一下 那个谢谢大家 稍期见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